这个半天你到底是想要什么样的 你们择偶的条件 我今天有准备手版 本来要列60条 前六条 一条一条来看一下 大家应该都很感兴趣 没有没有没有 就其实也蛮简单的 但他们说这应该找不到这个人 第一条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彼此要尊重欣赏嘛 那要还是要相爱嘛 就是我是一个觉得爱情重要的 这不难 这不难 不见得 对因为很多人有的人不见得是彼此尊重 比如说一个歧视之类 不是啦你会碰到那个爱的 然后完全尊重 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多 然后想做的事情也比较多 有什么是人家一般人没办法接受的兴趣吗 没有像我很喜欢到处旅行 对啊很好啊 一来五十八天可以吧 那我很喜欢念书交朋友啊 那很棒 我很喜欢学习啊 不过我以前就可能就说你干嘛要一直出国 你干嘛要认识这么多人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真的喜欢学东西 在学习过程里面 学习是快乐的 我觉得蛮开心的 但有的人会不喜欢你这样子啊 啊 或者觉得你 你现在这个折偶条件是折对象还是折结婚对象 结婚对象吧 嗯 对啊 可是结婚之后你还是会这样到处 不会啊 不会啊已经 呃没有就是看状况啦 对啊 因为我觉得 每个就让每个就让不同的生活嘛 对而且不一定是出国嘛 就是你给他那一份自由空间 当然当然当然 中你在这嘛 是是是 明明哥越来越了咯 他本来就是摆老师机一个 哈哈哈哈 没有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第二个就价值观 我觉得价值观蛮重要 我本来是写心灵契合啦 怕大家觉得很抽象 而且我觉得心灵契合其实也蛮难的 但就是价值观 他如果是基督徒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加分 就是有彼此有共同的信仰 对你会有一个 因为不是有一个人一直在训练 自己有柔软的心嘛 然后旁边的一个人一直很刚硬 也不是不行会很辛苦 那不一定要同一个宗教才能训练柔软心 如果宗教都在训练柔软心 对不对 难道回教就一定是训练好战分子吗 没有吧 举例举例 如果一样都跟我一样爱神 我觉得就很好了 一张都达到电影了 爱神就很好 好 那这个 这个是刚乱列的 没有啦 有国际观大致 这刚刚我们在看这是什么意思啊 国际观 没有啦 其实不能说国际观 就是他比较有多方的视野 因为我就 我因为我自己 国际观就是国际观啊 你还听不懂吗 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聊的事情 是比较广一点的 我懂我懂 像我他这样讲我才懂 对啊 然后希望他不是一个 就是看的视野是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 大局观 对对对 这是正常吧 正常 对世子座女生来讲是正常的 而且你是真的在责 所以这个男人的 责任感嘛 很重要 然后我责任感是基本的吧 心智成熟 这个还就是 在该成熟是要成熟啦 对啊 平常幼稚一起幼稚 我觉得无所谓啦 对 然后就真心嘛 这个也正常吧 这个都是 废话对不对 不是 对啊 没有 可是这六点看出来 你的对象就在你的对面 庆龙都有啊 这倒是 你要鼓励他有可能化出来 非常地优秀啊 对啊 对啊 你难道不优秀吗 你们这样点来点去 就告白了 对啊 好 然后这个因为他们要说要列经济条件嘛 他经济条件是可以控制 大家问就好 就是我们自己的team在问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就觉得OK就好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所谓OK也很难讲 对啊 你OK 一个月给你二十万 或一个月五百万 或一个月给你五万 因为我自己都经济独立啊 所以我觉得还好啦 我也觉得庆怡如果对象 他够爱的话 其实那个男的 你只要不要跟我拿钱 你自己赚到你的话 其实他就OK 他是这样的女性 他就OK 他是个大旗的 是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啊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 你自己觉得为什么会碰不到 我跟你讲 是男人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男生 为什么对那种学生会有魅力 对庆怡这种有社会地位 然后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生活 这种女生 其实不是不敢下手 男人普遍在爱情上 是没有自信 他会觉得说 心里这种对象 我还不如找一个学生 或是乡下的女孩子 单纯一点 身后没有话好控制 那就是没有信心啊 你知道吗 我觉得男人是没有信心 台湾男生这方面 还是的确比较弱一点 对他不要麻烦 我宁愿选一个简单的女人 这种我会觉得 我好像如果带过来 我好像毫不掉 有讲到我的内心 是不是 我知道 我知道 对我知道 你刚刚讲的 一些男生他可能会 比较没有信心啊 像上次有人就 一个朋友嘛 朋友的朋友 就约吃饭 他就很精心挑选了一个餐厅 然后那个餐厅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餐厅 他就说他第二次来 他就开始介绍那边什么什么的 其实那个餐厅有名 开始多年 我已经来了N边了 他以为他 可是我 那我就长大了 如果以前我是做那种 快嘴的个性 我就开始会说 你不用介绍 我来介绍 那个经理我也认识 可是我觉得没有 我就说真的 这里很不错 这个男的不成熟 好特别哦 没有他其实很用心 那我觉得每个人的心意 都是值得被尊重 所以我觉得 这男的不成熟啊 因为我觉得男生 如果要安排一个 主动约一个约会的话 你其实一定会 我们男生都会设计过 会也许假装的不经意 但是我们都会设计过 可是我觉得 他很单纯啊 可是我觉得一个男生 会到那种程度 就到一个餐厅 哎我跟你讲 这餐厅怎样 我觉得这男的已经不对了 这有什么好夸耀的 或者是有什么好介绍的 就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 我觉得看一个人的心 蛮重要的 嗯 你不用 我觉得他就是很单纯 你觉得他认真做了功课 想让你知道 他是重视这一次的见面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OK 嗯 文明哥既然这样讲 我问一下好了 如果黄伟你要约亲疑的话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约啊 约去哪里 约去哪里 我可能会先把他的所有脸书啦 生活的状况 我先研究过 做surve 对要先做功课 然后呢 再去问他的喜好 了解他的喜好 我才会去安排这样子的约会 甚至在约会之前 我可能要再跑一趟 你在安排客人 哈哈哈 安排客人 而且我先去试吃过一次 了解整个动线啦 日行啦 所以你会第一次会 第一次你会先约他去吃饭就对了 对 哦 哦 不是约去你的那个餐酒馆 哈哈哈 如果不嫌弃的话 嗯 他不太有可能啦 庆龙我觉得你最有希望 哈哈哈 你你你你如果追他 我已经认识很久了啦 直到黄龙 本来就认识了 这样更好啊 亲上加亲 哈哈哈 如果要餐厅的话 因为我对美食没有什么研究嘛 那如果庆宜有研究的话 应该会直接问他 有什么餐厅他觉得还不错 你看对了 有重 那你如果第一次约他 你会想约他做什么 当然是先吃饭吧 就还是吃饭 你怎么不诚实呢 我就会想over一点 多一点 要不然约他干嘛 所以他就不会学你了 哈哈哈 所以他就不会学你了 他知道你居心不良 知道我居心剖刺 然后因为我喜欢听女孩子 讲他的故事啊 对啊 我会去尽量安静的地方 安静的地方 一定要安静 但是要能够 可以满足你的味蕾的地方 我觉得这真的合 对啊 如果说能够庆宜结婚的男人 我是觉得应该是幸福的 因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很少的女生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都是用正面 都是正能量的 而庆隆最怕就是没有正能量 加油 我们就吵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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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今天的结论啊 好 谢谢